我們今天要來講TF2裡面的面板 我們就一個一個講過去 我們今天會注重在server跟items兩個部分 因為這是比較重要的地方 然後現在第一個start playing 其實這是一個非常懶又無眼的搜尋遊戲的方法 這個就是你找到你想要玩哪個模式你就按這個 但是它有時候會把你分到沒有玩家的伺服器 或者是很少玩家的伺服器 所以就不推薦使用我們就自己一個一個去找 然後現在在browse server這邊是最重要的地方 因為我們現在一開起來 我們就有很多很多的伺服器 然後我們現在一個一個伺服器去看 就會看到我們要找的是 首先我們往上拉 然後我們要看到latency延遲數字越低越好 因為代表越不會lag 然後通常我們要找100以下或是左右 然後接下來這邊延遲看的時候 就來看player跟map 但是map現在沒有差 我們就看player 譬如說這個是不錯的 因為有25個然後32個 我們代表有7個朋友可以一起玩 但是如果你看到這種31 32 就代表你自己去玩就好了 你的朋友就加入不進來 所以你要找伺服器的時候要找好一點的 然後我們現在找到伺服器之後 譬如說我很幸福 我趕快找理查還是誰來玩 然後我們就趕快就打給他 然後說欸那個 或者是我們才有steam的群組裡面 可以那個跟大家講我們在哪裡 我們就開viewserverinfo之後呢 我們就有這一串數字可以講 這一串數字很重要的原因是因為 這是最方便可以加入那個伺服器的方法 然後我們serverinfo 我現在這個拉起來 然後理查那方面應該要開到favorite 我的最佳這邊 我的最佳這邊開起來之後呢 我們會來到 現在我已經加入很多遊戲 所以 嗯 對大概是這樣 然後我們就按add server 然後這裡 這個欄位就是給大家輸入剛剛 另外像我現在要報給 報誰的位置這樣子 譬如說 就661650等等等等 這樣子IP跑進來 然後打下去之後 你只要按這個按鈕 按這個 然後它就會出現在我們的列表之中的 可能最下面吧 然後它一開始出現在最下面的時候 就 你可以按加入看看看看有沒有加 不能加的話你就按refresh 然後它就會在某一個 你就要找一下然後按再加一下 然後這樣還不能 如果它沒有出現的話代表 報的人報錯數字 或者是你的電腦lag了一下 總之這就是真的 怎麼快速的加入我們的遊戲 我們在打的時候 我們進入伺服器 然後名字 因為有很多又很靠北的名字 所以我們可能不太了解 到底哪一個名字是正確的伺服器 所以最準確最快速的方法 就是直接跟他們講你的IP 這樣子 然後好 IP爆完之後 我們現在來第三個 第三個training 其實是單機的意思 就是除非你網路很lag 或者是 根本就沒有網路 不過沒有網路你怎麼連到 總之就是這裡是單機的玩 跟電腦玩 但是 我們通常不推薦使用這個 因為你想要練習的話 你就直接去實戰 反正這個遊戲裡面很多人都是新手 所以大家都 就是一起troll一下 一起好玩一下就好 然後對 先這個 所以就 我都沒有在用 這個先跳過items 因為它比較重要 等一下再回來 然後我們現在在講replay這邊 replay這邊是做影片的人在用 所以大家也不用擔心 然後我們現在下面這些 然後options這裡是非常重要的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因為options這裡呢 這是keyboarding的按鍵的控制 往下拉這 到這裡有一個 第二欄的這邊 有一個use voice communication 這意思就是呢 使用語音通信 這個的功能就是 讓你在遊戲可以靠背 就是可以跟隊友或敵人溝通戰術 譬如說我要怎麼害隊友 還有我要怎麼打爆那個機槍塔 還有哪裡有機槍塔 或者是 或者是 就是 對就是用來 對敵方展開心理戰術 然後 這是語音的通信的部分 然後我們現在來到mouse這邊 mouse這邊的第一個就是滑鼠靈敏度 然後靈敏度的話 有人說他們頭會暈是因為轉太快 那你就把它調低一點 那你就轉慢 就像XBOX一樣 要把那個 按鍵推到底才能轉到一半身體 然後 這邊我是不推薦使用 因為你不用的話很奇怪 然後 那個 我們靈敏度調最高 咳咳 這什麼鬼 總之間靈敏度調高一點的好處 就是我滑鼠只要動一點點 我就可以轉到身背後 這樣才不會被鋼 或是 被人家從後面偷打 然後 我們現在來個audio 這個audio就沒有關係 是聲音的問題 然後 我們到video這邊 video這邊的resolution 就是有人 有人說 有時候會說會lag 那你就把它調低一點點 譬如說它最高有時候 預設會把你開到這個 但是我就把它調到中間 或你可以再往上 只是我就喜歡這個就好 然後這個 這是 對對對 然後我們現在來到voice這邊 voice這邊很重要 因為 你那個 你要在遊戲裡面 嗆別人之類的 你要 你要把這個打開 然後這個打開 然後這裡可以測試你的micron 看到底別人聽到的是 聽起來像什麼 然後按完之後 按apply就好 那我們在multiplayer這邊呢 multiplayer這邊 左下角 左下角是一個logo的部分 所以在遊戲裡面呢 我們把敵人幹掉 或者是搶下點 或者是 單純想要噴東西在牆上的話 你就按t 然後按t下去之後呢 通常你會噴出一個logo 然後你logo你要怎麼噴呢 你就 就就就就你要先imput一下 然後你看我這邊是 先把它傳到我這個 steam的那個檔案裡面 然後 你看我們就是 它 你圖片在哪裡應該都是可以 只是 我把它放到這邊比較好找 這樣要切換 瞬間切換比較快 然後是jpeg 然後 那個 我們 這邊 這邊 就 你可以上網去抓它的那個圖片 或者是 之類的 自己做 但是 因為它圖片有限制特別的類 不是類型 是大小 就是 它的邊 那個幾層幾之類的 然後你就要找到符合的圖案 然後 imput了之後 你又進去遊戲 它這邊會顯示預覽 然後你進去遊戲就可以t 然後就可以噴一下 好 我們現在這邊調過 我們現在就講到advanced options這邊 這邊是非常卑鄙的那個option 這邊根本就是 幫新手的東西 我跟你講 欸 我看到這些我都很生氣 因為 開了的話根本是很不公平的東西 但是 好吧 既然它有提供 像第一點 自動reload你的weapon 就是 這個東西對於soldier跟那個demoman很重要 因為 我們soldier可能有四發火箭包 很多新手都在想說 就是射 可能射了三發 然後最後只剩下一發 然後明明就是可能敵人沒有出現 然後你也沒有很需要繼續轟 然後你就沒有再reload 但是 這樣子 我就會從頭被拔幹掉 因為它只有一發而已 然後 這個重要的地方就是因為呢 我們要隨時 譬如說你沒有在 沒有需要開火你就要一直reload 保持四發的狀況 這樣 譬如說像有時候 一坨人出現的 車子旁邊呢 你就 四發傷害給他們 一次連續四發這樣 這樣才有那個攻擊力 因為你之後打一發一發的話 其實就 而且人要reload一下就不回來 所以你要一次四發才給他死 然後第二個 那個hit sound every time you injure enemy 這個我記得好像預設有開 因為我們之前在往咖打的時候 那個 就一直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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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怎麼 這些都 這些有很多功能是蠻不錯的 但是你要看大家自己要不要用 因為我是沒有開 欸 這什麼鬼 欸 我沒有開喔 好 這邊我是沒有設定 好我們現在回到items這邊 因為items蠻重要的 然後shop是要花錢 所以我就不管它 items這邊就是 大家玩家在玩的時候 會隨機在遊戲裡面得到那個物品 然後物品就是給 譬如說你的角色的新裝備 然後有的東西是蠻靠北的 然後 有的人會說什麼 欸我看到有一個拿到30等 還是幾等的武器 但是那其實是沒有差 那只是代表他用那個武器 用了比較久而已 然後我們現在來看一下backpack 就是你所有得到的道具 都會在這個地方 然後我們 現在有點多 所以有點複雜 所以但是總而言之 但是這些道具就是 就是只是看你得到什麼東西 你要裝上去你的角色上面的話 你要先back 然後按在譬如說這個 我現在玩scout 然後你就去主要武器 然後換一下 譬如說這個 然後他就會換 在遊戲沒有要換武器的話 就按m 然後手槍 我覺得是一個很變態的武器 但是好吧 我們現在回到 然後譬如說 右邊這三個是那個外觀的問題 外觀的話代表他就是 他只是不會影響到你的數據值 然後但是左邊的就是武器跟那個配備的部分 然後第三個是media weapon 第二個是secondary 然後最後上面是primary 然後你就選擇 他每個武器 他都其實有比較平衡一點 就是 藍色字是他的優點 就是比跟原來武器有什麼差別 然後紅色字是缺點 譬如說像這個blackbox 我打人家一下會加15滴血 但是我的火箭只有三發 這樣在有些情況確實力也是 然後 然後 所以 對 左邊是這樣子 沒錯 然後 然後這邊只是帽子而已 所以 好 我們現在回到 這裡 然後我們現在 這就是怎麼樣 把那些道具加上那個角色的那個物品欄裡面 然後現在我們來到trading這裡 trading是就是 譬如說我今天有多的道具 我可能有兩個盾牌 或兩個刀 還是什麼的 我就可以把一個送友的朋友 或是誰 然後就到trading這裡 然後 有幾個方法可以送給人家 一個是friendlist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玩的是免費版本 他不給我們加friendlist 所以我們必須要用群組來找到朋友 所以你就到群組去按Steam profile 就可以找到那個人 但是我覺得最方便的方法就是current server 你跟朋友在 跑到同一個社會繼續玩之後 你就開current server 然後你就可以直接選他的名字 然後就直接送他 這樣是最快的 然後又最直接他就直接收到 然後你可以確定 到底是不是送錯人 然後 然後對trading這個東西就是送朋友道具 然後crafting這個東西比較深 我現在不講 因為他這是你以後道具很多的時候 你可以 那個用幾個道具來做新的道具 或是帽子什麼的 然後 但是現在我們應該比較不重要 好所以今天那個tf2的面板 大概就是這樣子 然後 對 然後 好 我們那個遊戲裡面的strategy 下一個影片再做 好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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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